拿著傳統器具 仔細模仿老師的動作 原來就是要抓螃蟹 這個是在蘭嶼無孔洞情的潮間帶 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辦理 跟民間社團舉行 希望年輕人可以學習傳統的採集文化 所以舉辦了潮間帶文化採集營 由雅美卓長者親自指導 在地居民潮間帶抓螃蟹跟裸的技巧 這次的課程吸引了十多位青年來參加 從八月份開課之後 每個禮拜六日分成夜間跟日間採集 共有四堂課 上課中章魚就這樣 從一旁的礁石上爬過去 蔣之希望透過實際操作 來傳承與大自然共生的精神 特別提到根據季節的變化 在夜間如何用甘露圍炒作火把來抓螃蟹 一張張海螺跟螃蟹的照片 就是學員們上課的成績單 主管單位表示隨著時代變遷 答案與傳統生活文化習俗 也漸漸不被居民所傳承 希望通過這樣的活動 可以喚起年輕一輩的雅美族人 體驗祖先面對嚴禁的環境 所應用的生存之道 藉此明白延續傳統生活智慧的重要性 記者下方列車勝 台東藍語傳播 走